欢迎收看焦点观察 日内瓦当地时间1月30日周四下午7点半 世界卫生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 正式宣布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那么什么是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将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定位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对病毒的防治工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中国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我们先来看一下世界卫生组织的新闻发布会现场 打死不好了 今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老大老谭正式宣布武汉肺炎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那么什么情况下才会被WHO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突发的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呢 这三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 突发的严重 就突如其来 突然袭击 让你措手不及 第二非常严重 很多人感染 很多人已经死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要素 突发的严重 那第二个要素 这个疾病的传播 已经不在一个省 不在一个国家 而是传播到全世界 所以第二 这个疾病的传播 疾病的危害 是全球性的 世界性的 第三 打击疾病 抵抗病毒 这个做法 这个行为 必须要各个国家直接紧密合作 必须是个国际性的 换句话说 打击病毒 抵抗疾病 必须是个全球性的 国际性的动作 所以三个要素 第一 突发的严重 第二 危害是全球性的 第三 抵抗也是全球性的 满足这三个要素 那么 就有资格 成为 全球公共卫生紧密事件 1月23日 世卫组织总干事 在讲话中表示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在中国 确实是一期突发事件 但是 它尚未构成 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那么 一周之后 世界卫生组织就宣布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是全球突发卫生事件 也就是 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原因何在呢 为什么 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七天之前 那么呢 只是在中国 有确定的感染病例 国外还没有 那现在已经有了 不但如此啊 那七天之前 感染人数 感染人数 还不是很高 那么七天之后 现在 中国就将近 达到8000 不但如此 死亡人数也急剧上升 最新消息 死亡人数 已经达到170 所以 七天之前 还不是特别严重 七天之后 已经非常严重 严重到什么程度 天塌下来 第二 七天之前 还在中国 七天之后 已经跨出国门 走向世界 因为除了中国以外 其他国家 也已经发现 确定感染病例 到今天为止 到新闻发布会为止 有98个人被感染 并且这个98个人里面 有8个是确定 通过能传人的方式感染 第三 由于他的疾病 是全球性的 抗病 抵抗疾病 也必须是全球性 所以现在世界卫生组 号召大家 团结起来 对抗疾病 团结就是胜利 所以从这三点来说 为什么七天之前 他的威胁 级别是一般 七天之后 就成了最高的 传说中的 全球公共卫生 纪纪事件 那么如果一个国家 发生了全球公共卫生 紧急事件后 世界卫生组织的 其他缔约国 会怎么对待这个国家呢 会怎么做呢 几个月 几点 那第一点 是好的 就是要全世界的 报文论 整合医疗资源 整合最新科技 来打击疾病 抵抗疾病 我为人 人人为我 这是从 治病救人来说 是好的 但对于经济 做生意 旅游来说 是不好的 你为什么 因为正常情况下 旅游业 贸易会受到巨大影响 那么对 对这个 病毒来源的国家 会是一个巨大的 经济上的 旅游上的打击 具体来说 在世界卫生组织 宣布了这项决定后 这个决定对中国 有哪些影响呢 这个宣布中国的影响 有三大方面 第一 对于治病救人是好 因为为什么 整合各国资源 提供最新科技 不但科技最新 资源最新 然后最尖端的科学家 可以帮助中国 一起击抗截病 那比如说现在 这个美国最顶尖的一批 科学家 已经奔赴中国 在武汉病毒面前 团结就是胜利 这是第一 第二 对于中国的旅游业 是毁灭性的打击 尤其是国际旅游业 为什么 买人敢来了 你去人家不要 你出也出不去 所以对旅游业 是毁灭性的打击 然后第三 对中国的经济 中国出口贸易 净出口 占中国 GDP的三分之一 目前这种情况下 对中国的净出口行业 也是一个毁灭性的 连根拔起的打击 那为什么 这个净出口 占GDP的三分之一 如果这个净出口 三分之一里面 占了个三分之一 那么实际上就九分之一 换句话说 中国10%的GDP滞涨 那就没了 这个是非常巨大的 一个天文数字 所以对中国的经济 短期来说 是个巨大的打击 所以对中国的影响 打三点 第一点 致命救人是好事 旅游业是坏事 进出口 经济是坏事 因为它本质来说 如果现在它全球宣布 全球公共紧急事件之后 那么中国实际上 就被国际社会孤立 但是 有得必有失 得的是科技 是救人 失的是经济 是贸易 美西时间1月30日 据CNBC的最新消息 美国国务院刚刚发布了 最新的消息 批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 所有非紧急情况的政府雇员 及其家属离开 理由是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 仍然在中国继续传播 据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说 这项授权还适用于美国驻中国成都 广州 上海和沈阳的总领事馆 这也就意味着美国驻北京 上海 广州 成都 沈阳大使馆的所有外交官员和家属 都可以马上离开中国 那么此前在周三 就是1月29日 有大约201名美国公民从武汉撤离 在阿拉斯加短暂停留之后 于周三抵达了加州 并且在南加的马其空军储备基地 集体隔离 直到获准离开 据悉 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决定 是在世卫组织宣布 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成为了 全球的国际关注的突发公众事件之后进行的 在新闻发布会上 世界卫生组织一再赞扬 中国政府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做出的努力 也认为 中国有能力解决疫情 并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呼吁 不赞成其他各国 停止和中国游客人员往来和经济交往 但是 在世界卫生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前 就已经有一些国家开始包机撤侨 取消航班 一些国际公司也暂停和中国的业务往来 那么 世界卫生组织的呼吁 对缔约国来说 有约束力吗 没有约束力 WHO 它并不是凌驾在各国之上的一个直接领导 它是一个建议性的组织 它说的话 世界各国爱听就听不听 你把我怎么打 所以WHO世界卫生组织就好像联合国 它没有直接法律执行力 它只是一个民间性的 学术性的 这么一个组织 它的作用是经济 教育方面 准确来讲 它的作用 不是司法 不是经济 它的作用是科研 是教育 是协调各国之间 抗疾病 打击疾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